谢谢台湾 亲口说出感谢 玛丽欧笑得好腼腆 原本是亲的她 天生患有双色唇恶劣 两岁时进行修补手术却都失败 让口腔留下口鼻漏管 造成讲话与饮食困难 最后养母求助国际团体 历经八年的时间 终于带着玛丽欧来台进行医治 为玛丽欧进行主导手术的 罗伦舟医师指出 口鼻漏管是过去手术失败 所留下的后遗症 要再次进行手术治疗 存在很大的挑战 以玛丽欧的个案来说 首先要取舌瓣填补口腔破洞 等待二到三周恢复之后 才能进行舌瓣上方连接硬额的分割 她的楼管很大 一般来讲我们楼管大到一定的程度 尽量用舌瓣来修补 如果再大的话 可能就要用显微手术来修补 那这个困难度就更高 从资源比较不足的地方来的 我们必须要考虑它的营养状况 在台湾医疗团队的帮助下 让玛丽欧重拾效盐 在等待伤口恢复期间 还亲手绘制 写有新年快乐的图画作为回礼 而玛丽欧的健康复原 也让世界再次看见 台湾医疗的优势与进步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